《毛泽东一生无私无畏》 他在延安时不摸钱,转战陕北时不摸钱,进北京以后还是不摸钱,平时避之远远,一不小心碰了他,就脸色大变,这不是瞎说,绝对是确有其事。 在五十年代,毛泽东那一位结账回乡的老警卫战士张瑞奇,在老家生活上遇到困难,写信向毛泽东求援。 毛泽东判信后,吩咐卫视场李银桥,给他寄一些钱就集,已渡过难关。 李银桥便从毛泽东的工资结余中取出几百元钱,装入一个牛皮纸袋,然后拿给毛泽东过目。 毛泽东正在看文件,间递过一个纸袋,以为是文件,像平常阅读公文一样,便要掏出来。 李银桥在旁边说,这是给张瑞奇的钱,你过目一下,话音未读,毛泽东,神色大变,手就像无意中摸到了一只烂蛤蟆,哗啦一下扔开牛皮纸袋。 随后,他还生气地对李银桥说,你拿去办就行了,谁叫你拿过来,我不摸钱,以后注意,说着,还搓了搓手,好像手被弄脏了。 从此,毛泽东要是给谁送钱或寄钱的话,李银桥拿钱寄去就是,不再让他过目了。 后来,李银桥也离开了毛泽东,去了外地工作,1964年下,他回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,在谈话中,毛泽东得知他的老家招了水灾,吩咐秘书说,从我的稿费中,拿出一些钱给李银桥。 秘书照办,把装好钱的牛皮纸袋放在一张桌子上,毛泽东远远地画着手势,意思是叫李银桥拿去,可是,李银桥执意不肯让,最后,毛泽东生气地说,怎么,你要我去抓钱呢? 边说边装住要去拿的样子,毛主席不摸钱,这下把李银桥下着了,他只好拿起了那装钱的牛皮纸袋,毛泽东见着,高兴地说,这就对了,你还记得我不摸钱吗? 毛泽东不是不识人间烟火的神仙,也有自己的生活发小,可他只吩咐怎么做,从不亲手去摸钱,一生远离金钱,既不看,也不摸,更谈不上去清点过现金,若要他摸一下钱,就像一般人去摸发怒,的老虎屁股一样会大惊失刺。 这是为什么?有人说,这是毛泽东的一个怪题,也有人说,长征时他在贵州遇到一个老道长,说过一神秘的称语,说他一生不能去摸钱,还有人说,这是因为毛泽东一生连结自律,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不破的规矩,不摸钱,尽管说法各种各样,甚至很玄乎,但毛泽东到底为什么不摸钱? 他本人也从没对人说过,至今无人能知,一个旷世伟人,斗天斗的,无所畏惧,居然害怕摸钱,奇怪不奇怪,难怪令人们平添许多的遐想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